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范氏 今天我们来吐槽一部巨雷人的超级测纸动画 由进化之时作者书写的全新立作 在异世界获得超强能力的我 到现实世界也举世无双 那做这期视频的动机非常简单 因为追之部四月翻测纸折磨了我整整三个月 结果在四月中期和四月完结吐槽中 却都没能用上它的素材 我靠,我觉得这太他妈亏了 所以思来想去,我一定要单独出一期视频 和你们好好分享一下我那三个月的 快乐 本面在开播之初其实是有过一顶热度的 因为第一,他的男主CV是松刚真诚老师 第二,他的美少女人设画得意外的好看 特别是眼睛特写,开成射人心魄 再加上颇为炫酷的主题曲画面 一时间就让人感觉,啊,这不会是个黄金厕纸吧 然而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一切是假的,不是真的 本面的剧情非常简单 讲述男主因为又丑又胖被各种霸凌 同学把他当沙包,父母把他当累赘 连亲生的弟弟妹妹也整日欺负他 而失去生活希望的男主,无意中却发现了通往意义世界的大门 然后就很随便地穿越了,很随便地捡到了神器 很随便地升到了一百集 接着就身体进化变成了超级大帅哥 对,跟进化之时的套路一模一样 那就像本篇标题,在意义世界获得超强能力的我 到现实世界也举世无双 他的核心卖点就是,在异世界变得超级牛逼的我 必须回到现实装逼才足够爽 于是,回到原本的世界,大家纷纷震撼 哇,这个超级大帅哥是谁啊 以及男主曾经帮过的女主,正好是一所超级精英学校的理事长的女儿 她当着重的面,让男主转学 这段的镜头真是跟那种《龙王追戏》小广告完全一致 总之,这种30年合同,30年合习的装逼套路 其实本来没必要特地吐槽 但本篇搞笑就搞笑在,它的装逼情节实在是太雷人了 接下来我们逐一介绍 首先,颜值装逼 作者可能是觉得肥仔变帅是本作的最大卖点 所以花了巨量篇幅来反复强调 他现在又多帅 男主只要走在路上,就一定会有一堆路人盯着他开始怯怯思语 关键是,这种桥段,他妈的每集都要来一次 你干啥做日常任务呢? 第五集真的来了三次 而且这还不算完,这种谁见的男主都要夸一句帅的桥段 堪称无孔不入,去买个衣服 小帅哥,要不要跟姐姐去玩啊 转到新学校 超级大帅哥 去食堂吃饭 嘿哥们你的帅脸太显眼了 女神更衣室 他真的好帅,像王子一样 男神更衣室 哦,Darling,你全身都是结实的Masso 他妈的有完没完啊 有此还衍生出一个巨雷人的桥段 说有一个剧组在拍杂志写真 男模特迟到了 于是导演就直接把路边遇到的男主拉过来当模特 毕竟他实在是太帅了 导演拍得非常满意 女艺人也对他一见倾心 而此时原本的模特黄毛姗姗来迟 然后重点来了 黄毛直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开始性骚扰女艺人和打男主 我知道有人可能会问 啊,这黄毛为什么敢当着这么多人的打人呢 我的评价是 这就是不要动脑挑战 动脑子你就输了 本篇可以说全程都贯彻着一条思路 那就是 只要能让男主装逼 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出现任何意义不明的反派 比如说前面讲到 男主的弟弟妹妹一直欺负男主 他们对于女主让男主去贵族学校 却不让他们去 一直怀恨在心 于是就纠结了一帮暴走族 直接跑到女子的学校去抓人 啊 为什么他们能进学校大门 为什么堂堂贵族学校没有保安 为什么他们敢这么汤儿皇之 不是大哥你连脸都不折一下 不会想着打完人还能回去上课吧 警告警告不要动脑不要动脑 一切都是为了男主装逼 这件他从四楼一跃而下 瞬移充电敌人开始无双 先请小怪再打胖子精英怪 最后打骑摩托车的boss战 一同逼装完之后 警察这才识去到场 把所有人一网打尽 但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别忘了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法则 现在还在生效哦 这件暴走族老大 一把掐住欧兜兜的脖子 怒从心起 可恶 都怪你让我们来打人 啊 他让你吃屎你也吃屎吗 而且你不是被抓了吗 警察呢 为什么就在那看着呀 没错 这也得让男主来装逼 这件他霸气奔走老大 温柔地抚慰欧兜兜 弟弟妹妹惊了 我们对你做了这种事 为什么还要救我们 男主表示 因为 我们终究 还是family啊 不是这他妈也能洗啊 而男主的装逼 还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无论多么日常的小事 一定要戴上 一季节那套男女显摆一下 不然日子不会过了 比如踢个足球 直接顺移守门 加大力扔球破门 打个平方球 直接把桌子打穿 打个排球 当场把场地打烂 钓鱼 要用上明镜止水 抓娃娃机 要用上弱点看破 连他妈玩个臭乌龟 都要 哎呀 都怪我的运气属性太高 一直在赢 真是没有办法了呢 然后以上所有事件发生时 都还要再加上同学在边上 哦 他好帅 他好强 以此就构成了本片大部分的剧情 当然你要说这个片就是夸夸流水账 也是尬黑 他还是有主见的 那就是 本片对于旧妹子的执着 渗入骨髓 跟上面的装逼一样 也遵循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法则 比如说班上出去春游 竟然都能跑出来一只熊 让男主救妹子 这段情节极其诡异 为什么这种地方会冒出一只熊 为什么女主这么淡定 为什么熊最后的处理结果 是被学校接收到看门口 再联想到熊袭击的这个女老师 不久前刚跟男主说过 而女主也知道这件事 我他妈强烈怀疑 这个熊就是需要自己养的 是女主亲手放出来排出情敌的 如果说妹子画得好看 是本片最大的遮羞布 到后面 她慢慢也就遮不住了 除了角色的眼睛 自始至终都很漂亮外 其他经费 是能省则省 无论说话 还是打斗 一律PPT平移 后面跟着出现了 连PPT都会缺业的灾难级演出 总之动画进入后期 他最后讲了一个什么样的主线呢 简单的说就是在异世界 男主救了公主 公主就爱上了男主 非要跟他结婚 还拉他去见国王 此时王公一声巨响 一大堆 范氏闪亮登场 那可能是我之前把男主吐槽的太狠了 他对着范氏们就是一顿暴打 原来这些范氏是王子的手下 这还不速速将反贼捉拿 原来王子就是一切的黑幕 他因为恶诏诅咒被逐出王室 所以一直怀恨在心 想封设法的刺杀公主和国王 真是好一场悲剧 然后男主就随便掏出一个神级药水 把王子的恶诏诅咒给治好了 但病虽然治好了 你犯下的叛国罪还是要吃下的 然而公主当场表示 虽然哥哥要杀我 但我原谅你的罪 因为我们是family呀 啊这女儿 可大家刚才好歹也要杀朕呢 那父皇你也原谅他不就好了吗 啊这啊这 关键这个王子也入戏很快 他下一个镜头 对真的就是下一个镜头 就直接跟国王站一块亲热的说悄悄话了 好吧 这个王子其实也不是本片的最终敌人 这一集动画的真正boss 其实是他 但你他妈的 你看这个颜值 就用脚趾头都在想出来 他给你不会是坏人了 所以一通操作下来 自然是轻松收服白毛萝莉 本片的大结局 就是白毛很随便的就转学到现实世界男主的班上 男主也很随便的告诉女主 其实我能穿越到异世界哦 女主很随便的就表示 哇真的吗 口号无感情 两波后宫很随便的就相认了 国王和王子很随便的就修复了关系 连他妈霸凌男主的黄毛弟妹也很随便的洗白了 大家很随便的过到了幸福的生活 警告警告不要动脑不要动脑 只要咱们吃上一个热乎的饺子 那就算是过年了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哇 把它全部吐槽出来之后 真是出了我一口胸中闷气啊 感觉走路都舒爽了 真不忘当初看这个玩意儿看了三个月 那么本期视频纯属娱乐 大家笑一笑就忘了吧 如果看得开心 欢迎一键三连支持 或者转发一下 暑假还很长 我们有缘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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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